杜山上的社区是被红土流给包围了 这居民相当无奈 很无奈的还有静怡大学的学生 因为他们校门口同样是滚滚红泥流 街道上红泥流湍急 一辆车车被红泥流缓缓移动 不到短短的时间就被冲下山坡 记忆大学大门口红泥流阻碍学生上学 附近山坡红泥流更是将整台车冲下山坡 滚滚红泥流顺着坡度往街道冲 整条街变成河流 雨下越大红泥流就越汹涌 只要一下雨社区住户就头大 台中市大渡山旁的社区只要一下起大雨 雨水就会夹带红土冲进社区里面 家门前只要一遇大雨就有红土流 困扰社区居民15年 淹水问题一直没有解决 这次挡土墙更是整个被泥流冲垮 没雨季台中连日大雨 只要一下大雨 靠山地区就涌现红土流 一两顿重的车子 竟然就这样随着泥流浮沉 民众说路上行舟也太封刺了 借宫运德联源编主位资 SN小组台中报道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